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聊天 样儿表演当天 自己同盟所说 总票数输给了宁静同盟 对手在欢呼赤月 宁静却独自身伤 队里观众喜爱度最低的两个姐姐黄小雷 无莫丑不得不离开 按理来说 在节目播出之前 纳英绝对是更被看好的师姐 因为在音乐领域她比宁静更专业 在性格方面 她似乎比宁静更接地气 而宁静呢 参加完第一季后多了一个标签 装 明明不想成团 却还是参加了节目 还是拿下了第一名 其他几位姐姐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成团名额 结果节目结束后不久 宁静不跟任何人商量 就宣布自己退团 败掉不少好感 这样看来 纳英和宁静 一个懂得和人相处 得人心 一个特立独行 有点小清高 成为对手以后 谁更占优势 显而易见 可三期节目下来 纳英输得出人意料 而宁静却在领团队打出一手王炸 原因就在于 比起宁静的装枪做事 纳英的盲目吹捧 更毁团队 一 宁静的领导架子 宁静和纳英此次参加节目的心态就不一样 早在开赛前 节目的备菜中 宁静就表示 其他姐姐是来争第一的 我是来超越第一的 而纳英就随性和放松很多 她直言没有任何准备 也没有竞争危机 都说 比赛当中胜负心太重会造成压力太大 反而难免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所以很多人对于宁静这种空喊口号的行为不太看好 包括在选人环节 宁静给人的感觉也是端着架子的 纳英的做法是 和同组队长们一起努力 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 跑到各个训练室 去跟自己想要的姐姐沟通 忙得不亦乐乎 镜头一转 宁静一个人坐在休息区等待 根本没想亲力亲为 她的解释是 我相信我的几个队长 这就颇有点领导的意思了 谢娜让两位师姐带着自己的同盟队长们 上台发表拉票宣言 纳英第一时间就看向宁静 可是此时的宁静 眺望远方 完全没有要跟纳英互动的意思 最后给纳英撂下一句 你上吧 因为你第二季是热乎的 纳英也是拿她没办法 这个自我宣传的环节 纳英倒是把团队氛围的美好 烘托得十分到位 宁静又开始期盼 话不多说 我们要登顶 你们来嘛 这严肃的架势要是不深入考虑 真没多少人敢靠近 因为看起来宁静真的不太好相处 在一些小的细节上 宁静的领导味 更是处处可寻 选歌的时候 极为队长正在认真听 认真思考 宁静却临时开始下达任务 观察一下后面谁对这些歌感兴趣 看看他们的脸 听到自己喜欢的歌 赵梦忍不住 表现出了激动的心情 宁静又马上提醒小声点 分队成功以后 两个同盟到了各自的训练营 纳英那边在聊天 在互夸 宁静这边她却一个人站在了中间 给大家开启了小会 连没有统一穿队服的 她都被她委婉批评了一通 怎么看 这都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领导 而纳英那边却轻松得多 二 纳英的过分热情 参加完第二季浪劫以后 纳英喜提一个令人倍感亲切的称号 英子 她跳舞时的可爱 和队员们打闹时的不顾形象 以及在生活中对大家像妈妈般的照顾 让人没办法不喜欢 所以这次归来 她依旧保持的是这样随和 热情的形象 特别是对于徐梦桃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徐梦桃的确是众人的骄傲 但是唱跳领域毕竟不是她所擅长的 所以除了话题度以外 如果要比专业实力 她可以说是毫无优势的 但是纳英偏偏因为徐梦桃的性格原因 从组队之处就认定了她 选人是第一个就要选徐梦桃 不仅把她选到了自己的阵营 连表演都要邀请徐梦桃一起 即便徐梦桃说怕给纳英和许如云拖后退 即使她是一个非专业歌手 且能够待在训练营训练的时间也不多 纳英依旧愿意拉着徐梦桃走 到了公演的舞台上 在她 许如云 徐梦桃三人的表演中 纳英不出所料 还是把最多的戏份放在了徐梦桃身上 三 一公 纳英输 是必然 表面上看 比赛当中 宁静这类越是高调 越是口号喊得响的 最是容易被打脸 因为对自己的期望太高 压力也会更大 但是不得不承认 宁静的装腔坐视背后 有她的紧张 有她的好胜心 同时也有她的智慧 在选去歌曲时 纳英抱着玩的态度 任意放花 而宁静却早有了沉迷的计划 怎么选人 怎么选歌 怎么投放小红花 能得到最大的好处 尽在她的掌控之中 实话讲 宁静团队姐姐们的综合实力 和纳英团队相比 是略寻一筹的 纳英组唱将不少 比如纳英 许如云 谭梅梅等 人气姐姐也有 比如王兴灵 刘恋 还有几位舞蹈高手 朱洁静 唐诗义 齐熙 而宁静这边呼声最高的 就是郑秀妍 其他姐姐当中 能称作唱将的也只有张强 三人组的演唱 就更是令人担忧了 宁静 阿娇 赵英子 对抗纳英 许如云 徐梦桃 基础实力就差了不是一点点 正因为知道自己的一边稍弱 所以宁静一直在状态当中 对自己 对大家要求严格 而纳英那边因为盲目吹捧 甚至让有些本该发光的人 像是隐身的一样 比如许如云 许如云最初很开心的 选择了自己擅长的唱跳领域 和自己称心的队长 纳英 可纳英偏偏把关注点 都放在徐梦桃身上 台上台下 各种动听的语言夸赞他 捧他 逐渐的 许如云就失去了光环 成为配角 话说不上几句 连镜头都没几个 不过看到纳英 一个人拿着最终的成绩单 坐在角落 爱人身上 想必他 也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总结经验 从两人在比赛里的较量中 我们也能看出 无论在怎样的比赛当中 专业能力固然重要 但同时 我们也不可忽略智慧 战术这类的巧实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